大家好,我是Engage中文版的Joseph 我們現在要評測的就是 ASUS的經過了Pad Phone 1、Pad Phone 2 一代二代的經驗的累積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第三代的Pad Phone Infinity 這款旗艦,最新的旗艦機種 那相對而言,它同樣是可以使用 手機結合平板的功能 當你的手機放到它的平板基座的時候 它就可以作為一個10吋的平板使用 那它的現在最大的升級 除了是硬體從之前的Snapdragon S4 Pro 4核心處理器 升級到Snapdragon 600 1.7GHz 4核心的處理器之外 它的螢幕的解析度也來到了5吋 然後1080p當然平板的螢幕的部分也是維持了10吋 但是解析度升級到了1080p 那帶給我們一個更清晰的一個視覺的 游覽的效果 那同時間呢,這塊螢幕呢 在螢幕上面的玻璃鍍膜 也使用一個抗指紋的鍍膜 那我們在實際這附近的一些 一段時間使用的時候 發現這個效能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的指紋基本上 在平板上面是很明顯是可以很容易的去清除掉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一下這款手機的硬體的部分 的外觀部分 硬體外觀的部分 首先呢,這款手機已經脫離了上一代 在Payphone 1、Payphone 2所採用的一個同心圓的設計 而現在呢,看到的是一個 它的拉絲的 有一個拉絲的線條的處理 那我們看到這背面呢 它是帶有一些弧度的 那是方便你可以在 抓取的時候、抓握的時候 有一個更好的手感 基本上這個弧度不是很大 所以呢,我們看到 它由於是用整個拉絲面的一個 金屬的材質製成的 所以呢,似乎看起來是有點平一點 因為它背面沒有太多的線條 那下面呢,除了一個Payphone MFC的晶片看在下面之外呢 下面這個就是它所謂的天線的部分 那之外,上面這邊有一個 1200萬畫素的主相機 那旁邊是一個LED燈 那基本上呢 這款手機呢 它在採用的機殼的設計 是用所謂的 有一種一體包覆的感覺的 所以我們看到 無論是 側面 它的音量鍵 電源鍵 喇叭 揚聲器 那基本上都是由 背蓋的 金屬 所包覆 也是包覆的出來的 那我們看到 左側的部分呢 則是有一個 NanoSIM的一個卡的插槽 那由於還是為了收訊的需要呢 它在上下兩個部分 還是有用一些金塑膠的塑料的材質 那基本上它 華碩已經把這一塊的部分 上下這兩塊的塑膠材質已經 長得非常的不錯了 所以結合密合度上面來說呢 也是非常的好 那我們看到下面這次的 最大的改進的特點之一呢 也是它的一個 DP-POD的一個插槽的改進 那它從之前的相容於 Micro-USD這個插槽 那許多使用者會有反應說 它用一般規格的 Micro-USB的 充電器去插上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鬆脫 容易鬆脫的感覺 或是沒有咬合的這麼緊密 那這一次呢 華碩在Pairphone Infinity上面呢 它使用了一個是買DP-POD的一個規格 那基本上它就是 完全相容於Micro-USB的插槽 那所以我們看到呢 它在使用上面呢 我們在插入Micro-USB的時候呢 是完全的咬合得非常的緊密的 而且當然這個買DP-POD呢 它是相容於DisplayPOD的一個規格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官方他們所出的外接的轉接器 來直接把這個買DP-POD 直接轉到層 一般上用監視器 上用螢幕會使用的DisplayPOD 或者是HDMI這些轉接的輸出 視訊輸出 那基本上 買DP-POD它的頻寬呢 也有提升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由於我們硬體效能的提升 還有螢幕解析度的提升 讓這樣的一個產品 它的手機結合平板之間的頻寬的傳輸量也會增加 所以呢 它這個規格的升級也是相對來講也是有道理的 整體部分呢 華碩並沒有從Google Android 4.1 4.0 4.1之後的一些UI上面的改良 華碩並沒有做過太多的更動 或者是放入太多自己的想法去調整它的結構 基本上一個大的架構上而言 都是維持了Google它對於Android 4.0之後 4.1之後的一個設計的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下拉式的選單當中呢 華碩有針對了快速的設定鍵做了一些調整 那我們在這邊呢 可以直接是選擇我們所需要的快速設定 那這個設定呢你是可以在選單裡面呢 把它自行的加入或者是取消的 那快速設定鍵的下面呢 則是一個快速的螢幕亮度的更動的顯示條 那這個顯示條呢 旁邊兩邊有一個是可以開啟自動亮度 或者是你可以開啟戶外的模式 可以增加亮度 那基本上到了這一代Payphone Infinity上呢 它的螢幕亮度比上一代Payphone 2 有一些少了100nits的亮度 大概只有到400nits 但是呢它的顯示螢幕的材質 螢幕的材質呢使用的是低溫多精細 所的製程所製程的1080p的高解析度螢幕 所以我們在後續的電力測試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它的表現是非常的好 那基本上在競爭產品當中呢 可能都有多出50% 甚至有百分之快要到一倍的 所謂的我們的標準電力的時間 使用時間 那下面呢這邊有一個快速的設定的選單 這邊呢齒輪呢就可以直接進入到 所有的設定選單列 那兩邊呢只有一個是 華碩它在它自豪的 它所謂的音樂模式的這個調整當中 那另外一邊呢只是你可以快速進入到Wi-Fi設定裡面 那麼進入到整體的設定清單裡面呢 我們覺得有特色的是一個 ASUS個人化設定這個選項 那它在個人化設定選項裡面 因為搭配了Pairphone Station的這個平板基座 所以它推出了一些許多相應的功能 例如說有一個是 第一個是拿就說的功能 我們可以在結合合體的時候呢 直接有電話來的時候 直接把手機抽出來 它就自動接聽這個電話 你不用在大庭廣眾之下 然後為了要用平板開擴音器講電話 或者是要直接講電話 那麼尷尬 但是會手忙腳亂 你可以直接拔出來 它就自動接通 就不需要再按任何的一個接聽鍵 那麼第二個充電設定裡面 你也可以直接選擇 它的充電跟平板基座結合的時候的充電模式 那智慧平衡模式呢 它會直接在手機與平板當中 中間調配它的電量 那手機優先模式呢 是平板基座無論如何都會優先幫手機充電 那基本上是一個 以手機為主的模式 那第三個行動電源的呢 就是完全把平板的螢幕都沒有作用 但是它是把所有的電量的電池的電量 完全是拿來供應手機的充電使用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是動態顯示切換清單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 華碩它為了要在你使用手機 立即切換到平板的時候呢 有一個無縫式的轉換設計的 所以 你會看到 這邊選單裡面會有一些選項 選擇哪一些程式是可以直接無縫切換過去的 基本上這些程式 大部分都是有限制的 你需要是 大部分都是要內建的程式才有辦法 那一般假如不支援的程式 第三方的話 你插過去以後 基本上還是會重新關閉 那我們在 這個手機轉換平板的過程中 我們會有發現 當你手機在使用了 例如說已經開了幾個程式之後 那 它的多工列表裡面 會顯示一些 你之前開過的程式 基本上你 插回去平板機做之後 這些列表都會洗掉 所以有一些你假如是 正在做什麼事情 而且 是要轉換過去 而且你沒有辦法 你知道你不能馬上把它取清楚的話 你馬上就要轉換過去使用的話 那建議你還是不要 直接把它切換到平板機做上面去 要不然 這個 這部分的快速的選單部分 會馬上會被洗掉 那另外呢 這次的多工鍵 有兩個選項可以使用 一個就是長按為截圖的功能 那另外一個是可以長按為選單 那長按為截圖這很簡單 因為 通常我們的長按截圖 都是要用一個電源鍵 加音量鍵 這個複合鍵來 來完成 所以它是直接可以用 長按多工鍵來截圖 而且呢 雖然我們這一次看到了 它是沒有 Petform Infinity 它是沒有把 設定鍵 做在 虛擬鍵中間 是維持一個三鍵的設定 基本上 它的功能鍵呢 也是使用一個獨立的 電容式的按鍵來擺放 所以呢 在其他手機上面 我們可能會看到有所謂的 海苔條的情況出現 也就是說 在執行一些 程式的時候 沒有特殊調配 調整過的程式的時候 你會在下面看到一塊黑色的區域 然後這個黑色的區域 就佔據你的 程式的 可視的空間 而這個長按為選單的這個功能呢 例如說 我們在 使用一些特定的程式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台灣高鐵的 定員票的 App程式 我們看到它的虛擬的 按鍵 會直接是一個 可以調整的狀態 而不是一個 完整的 佔據畫面空間的一個 海苔條 所以 首先假如你沒有開啟 你的多工鍵 是設定的是長按為截圖的話 它的功能的按鍵 只會佔據畫面的一小塊 這是非常不錯的 一個調整 那假如呢 你開啟了 長按為設定選單的話 那這個按鍵 基本上就會消失 那麼雖然呢 華碩它在Pairphone Infinity上面呢 沒有對 所有整體的系統的介面 有太多的更動 但是它所附屬的一些 應用程式跟軟體呢 相對而言是蠻豐富的 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 正面的 氣象的地方 它可以使用一個 IQ Weather的一個功能 它裡面整合了 氣象的設定 還有一些鬧鐘的設定 基本上 準確度而言是不錯的 那另外呢 華碩可以 它還要附贈了一些 例如說 SOO Studio 它是一個看圖的程式 它可以除了 依據照片來分類的話 也可以依據 時間 地點 或人物 地點上的話 它會直接跟Google Map結合 假如你的照片有開啟了一個 坐標定位的功能的話 它就直接顯示你在哪裡拍的照片 另外呢 ASU STORY 則是一個相簿型的功能 基本上你可以把 創建一個相簿 那裡面呢 可以收集 你想要 收集的 把它整合在一起的相片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有故事性的相簿內容 那另外呢 有一個 My Library 則是它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電子書 匯入進去 那例如說 PDF檔 可以用這個開啟 而且開啟的效能 還有翻頁的效能 是相當不錯的 或者是你有一些 TXT 殼式的電子書 你可以把它匯入進去 那基本上我們 在開啟而言 你也可以自行的 畫線啊 或者是剪裁啊 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是一個TFT的檔案 基本上我們看開啟的效能 是非常不錯的 翻頁的流暢度也不錯 那另外呢 好像還有一個附加的一些功能 包括了 因為呢 還有一個是筆記的功能 叫做Super Note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之前 在之前的平板 華碩的平板 跟手機上面 都是一個 功能相當強大的 記事版的程式 軟體 基本上它可以直接 使用你的手寫 或者是 使用你的筆記 直接它把它 畫為圖像畫 然後縮小在每一個方格裡面 然後 此外呢 它也可以直接整合進 它的 華碩的雲端的儲存空間 那基本上你購買了 Python Infinity之後呢 它會附贈一個 50GB的 儲存空間 雲端儲存空間 兩年的時間 那 但是呢 這個雲端儲存空間 還有 Super Note這個東西 這個 軟體呢 它是沒有辦法在 其他的 品牌的手機上應用的 所以 可能你假如有多個不同的裝置切換 有華碩以外的裝置切換的時候 這在 共用的時候 可能會多少造成一些困擾 那另外呢 華碩這是 加入了一個叫做 Asus Echo的一個 應用 它這屬於一個 語音辨識 智慧型語音辨識的功能 因為呢 Google在 Android的系統裡面呢 它對於語音辨識還有語音操控的 中文的支持 支援是 是不夠的 所以華碩它也加入了一個 比較本地化面向 針對中文的使用者的功能 例如說 我們要 可以直接 輸入打電話給什麼人啊 或者是直接打 不打電話號碼啊 例如說 我們現在打電話號碼 打電話號碼 打電話號碼 它就會直接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語音的辨識的 正確度是相當的不錯的 基本上除了我們剛剛介紹的一些 應用軟體 還有 所謂的聲控的功能 你可能現在已經有一些替代用 替代的方案了 或者是一些正在使用 而且通用性更好的方案 那華碩呢 它 從 之前跟Gami簽約到現在 它的唯一 現在的一個殺手鍵的軟體呢 還是所謂的 它的導航程式 那這個導航程式呢 我們開啟之後 可以發現 跟Gami的車機 基本上是 界面上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效能 在經過那麼多代的調整之後呢 是非常的好 所以假如你是習慣使用一個 Gami的導航程式的話 那這就是 相對於 是非常不錯的一個 附加的價值 那 除了剛剛這些應用之外呢 它在一些 WIGI 就是小工具 桌面小工具上呢 有 滿美觀的一些設計 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Task Manager 它的應用程式管理 那它可以把 現在目前系統上 所有開啟的程式 還有佔據你的 RAM的空間有多少 全部都標示出來 那基本上你可以馬上的 按插插就可以把它關閉掉 或者是呢 你不希望 程式會 系統會自動幫你關閉 有些是需要它保持自動執行的 應用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的 鎖定鍵 把它鎖定 那這樣子呢 系統 或者是你按 全部關閉的時候 都不會影響到 這些的程式的一些 刪除 它依然可以保留 自動執行的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Body Boost的功能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整合了社群資源的一個程式 那 和一般我們看到的一些 整合的程式也差不多 那但是 我們覺得 它現在所設計的 好手所設計的一些 關係是蠻美觀的 看一下它的相機的部分 那 Python Infinity呢 這相機使用的是 1300萬畫素的 Sony 背照式感光元件 它搭配了最大光圈 2.0的五片式鏡頭 那我們進入到相片裡面呢 基本上它的功能 也蠻豐富的 那我們從一般的拍攝的界面來看呢 我們看到相機模式呢 除了有一般 就是自動全自動的 或者是你可以手動調整 它會結合成 GF動畫啦 或者是全景拍攝 或者是全景拍攝 或者是女生最喜歡的美顏模式 那 HDR在Python2上面 我們看到它的表現已經相當不錯了 那現在我們在Python Infinity上面呢 也發現在實拍的效果 它的合成的感覺也是相當的自然 那另外呢 除了剛剛的一些拍攝模式之外呢 它有一些特效的模式 你可以使用滴管來做一個抽色的功能 直接在 馬上拍 在拍的時候就可以直接做抽色的功能 不需要再省略一個後製的過程 那 例如說其他你可以喜歡LOMO的話 或者是 灰階風格 你都可以再直接套用 那另外呢 它目前的拍攝與攝影也都放在了 同一個 同一列上面 所以這代表說 你在 開啟一個相機界面 你不需要在手動再切換 然後就可以直接 馬上選擇是 拍攝照片 或者是 錄製影片 那這個已經是 越來越多家廠商在 有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改進 那 在相機的設定裡面呢 那 我除了一些 基本的白平衡啦 ISO調整啦 快門啊 快門聲音 或者是 快門的 使用 使用 相機的設定 那 除了一些拍攝的 模式啦 或者是一些 快門的使用 還有 快門的使用方式 還有 關閉快門聲 這些功能之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 華碩在這裡面 有一個 所謂的 零秒快拍 就是直接開啟拍照 或者是一個 快速連拍的功能 那 還有一個是 比較新的是 所謂的 語音拍照 那你使用語音拍照的話 就可以 用 cheese 或者是 123 它就直接 既然會直接幫你按下快門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所以還拍了一張照片 Cheese 總結而言呢 我們認為 華碩 Python Infinity 這款手機呢 目前看起來 不論是在 硬體的 等級 速度 系統調整的速度 還有耗電量 以及它的 製作的工藝上面呢 都是一個 非常完整的 一代的 產品 那作為 它的名稱 Infinity呢 它並沒有愧對 它這樣的稱號